那我們來開始啦好不好 好 跟各位報告 我們這個今天的協商是這個院會交下來 我們108年11月29號第八次會議第十二次院會決議 有關民進黨團所提的反滲透法草案 要進步二讀 由民進黨團負責協商 那我們在十二月六號 我們在十二月六號有發出協商通知 發出協商通知 那我們的了解是國民黨並沒有收這個協商 協商通知 那今天清民黨也在這裡 那這個時代力量也在這裡 那民進黨也在這裡 那我還是要介紹一下我們今天參與的政府官員 包括陸委會主委陳明通 陳主委 謝謝 法政處蔡志如處長 內政部民政司張戴琪檢任視察 內政部合作及責任團體師籌備處林彥虎專門委員 中央選舉委員會法政處處長賴錦光 還沒到 來 法務部參事張春暉 謝謝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專門委員李文秀 謝謝 外交部條約法律師科長黃仁良 立法院法治局組長劉厚蓮 歡迎 我們是不是就開始協商 跟各位報告啦 因為我們的了解是國民黨就不會來 所以今天協商也不會沉 那我們是不是就把這個直接教院會處理 我想還是發言一下 這邊是代表 我代表那個時代力量黨團 希望這個 這個我們提的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及反境外敵對勢力併吞滲透法 能夠併案討論 在周五的那個院會裡頭能夠併案討論 這個我跟鄭委員報告一下 你們的案子不是我負責審查的 那院會現在也沒有交代任何事情 那要禁負二毒病案討論那個要院會處理 那不是我這邊可以處理的 對 那你們就看看 下次院會的時候來進行 好 那如果鄭委員充分表達意見 還有沒有其他的意見 那沒有意見的話 因為今天協商國民黨沒有參與 所以我們就是沒有協商結論 那我們就直接送院會處理 各位有沒有意見 好沒有意見的話我們就散會 好謝謝 謝謝 等一下 乾杯 各位謝謝 這是我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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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百分之一 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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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下 到 有 有 有 中文字幕——YK